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支 大光圈 超廣角 變焦鏡頭 那就是我們的Sigma 14-24 F2.8 那我們就直接來開箱吧 OK 所以盒子裡面有一些保證卡跟說明書 有一條背帶跟一個鏡頭收納袋 OK 這就是我們的14-24 2.8超大光圈 廣角鏡頭 第一個發現就是它的鏡頭蓋是用摩擦力 把它印卡上去的 就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輕輕鬆鬆就給它拔下來 然後這支鏡頭的遮光罩是固定在上面的 但是我覺得它有點 鬆動 不知道是發生什麼事 它應該是要把它鎖死死的 但是它好像有點鬆動 這支鏡頭是真的非常有分量 它整個幾乎都是金屬機身 它除了中間這一段是塑膠以外 它其他的就是接口啊 然後我們後面變焦環 對焦環 全部都是金屬 所以讓這支鏡頭的重量也增加了不少 你看鏡頭前方巨無霸鏡片 還沒裝上相機之前 我就已經發現它的變焦環跟對焦環 其實你會需要花一點力氣去轉動它 我覺得它不是一個最輕鬆的轉動方式 然後它的變焦環呢 它到了快要14的地方 它的阻力會增加非常非常多 就會變得更難轉動 就整個已經比較難轉動了 然後到廣角端這邊之前 這裡哇塞 需要再花更多一點力氣 不知道使用久了會不會改善 但是 目前新的就是 要花一點力氣去轉動 好啦 那我們就直接接到相機來使用看看 哇塞 那我們先直接說這個2.8超大光圈 這個非常印象深刻 就是 你在超廣角鏡頭可以拿到2.8大光圈 真的是 無敵耶 你平常超廣角 頂多F4就很厲害 2.8是另外一個境界 那整個虛化效果 嗚嗚嗚嗚嗚 呵呵 從來沒想到可以這樣辦到 那個虛化效果真的是無敵耶 而且它又是變焦 所以你如果在24端的時候 那個虛化效果真的是 嗚嗚嗚 漂亮 這支鏡頭的對焦速度算是還不錯 因為它可能鏡片稍微重一點 所以它從 近的地方對到很遠的地方 它會稍微花久一點的時間 但是 如果你再對 同一個點很近 然後這樣子切換的話 是非常非常快速的 這支鏡頭的對焦聲音 我覺得算是還可以接受 它不像原廠的鏡頭 是幾乎完全沒有聲音 它在啟動跟停止的時候 還是會有 咳嗚嗚嗚嗚嗚嗚嗚 稍微有一點聲音 那這支鏡頭是Sigma 2的系列 那就一樣就是 影像品質優先 重量那些都是其次 所以它的影像品質 真的是超級漂亮 而且 尤其是光圈全開2.8 在超廣角變焦鏡頭上面 可以得到這種 超級銳利 而且超級乾淨的影像 我覺得真的是 非常讓人驚艷 使用心得差不多就是這樣子啦 那就是 重量如果你拿得起來的話 那這一支真的是一支 非常厲害的鏡頭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深入測試一下 它的光學品質 它的銳利度 它的暗角 它的色散 它的紫邊現象 還有它的耀光 之類的 我們就會全部的完整測試 那我們就直接來測試吧 那這一支14-24的2.8 在廣角端14mm的部分 光圈全開2.8 中間跟邊緣的影像 都非常非常銳利 但我們可以看到 一點點的紫邊現象發生 但是這一支鏡頭很神奇的部分是 它沒有辦法藉由縮光圈 來改善紫邊色散的問題 影像品質可以藉由縮光圈來慢慢提升 我覺得最棒的影像品質區間 是在F4.5到F9之間 如果你的光圈縮到小於F13的話 你的影像品質就會銳減 整體來說我們在廣角端14mm的部分 我們光圈全開也有非常銳利的影像 真的是非常好的影像品質 測試一下我們的鏡頭炫光效果 背景虛化效果 對焦呼吸現象 影像變形跟星芒效果等等 接著我們來到24 那一樣光圈全開2.8 中間的影像非常非常銳利 但是邊緣就開始有點柔和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 有一點點的紫邊現象發生 那我們也沒有辦法 藉由縮光圈來改善紫邊 色散的問題 那我們的影像品質一樣 藉由縮光圈可以慢慢的提升 最棒的影像品質 藉由F9到F13之間 如果光圈縮到小於F14的話 我們的影像品質也會銳減 整體來說我們在24望遠端的時候 我們的中心都非常銳利 影像邊緣的部分也都蠻柔和的 縮光圈也沒有辦法 讓影像品質提升多少 測試一下我們的鏡頭炫光效果 背景虛化效果 對焦呼吸現象 影像變形跟心芒效果等等 那這一支Sigma14-24 2.8的鏡頭 我自己覺得是還蠻好用的 在光圈全開廣角端 影像品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銳利 然後可以變焦到24 讓你有一個小小的空間可以變焦 讓你的拍攝更加靈活 OK 這是我們今天的Sigma14-24 快速開箱跟分享影片 當然喜歡這個影片 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攝影相關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 Wan and 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